第三十题 厨房里有电锅110伏特800瓦 电灯110伏特100瓦 烘碗机110伏特200瓦 如果把这三个电器并联 而且同时使用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标示就知道 他们的使用就是要用110伏特 才会正常使用 东西并联电压都一样 总电压等于分电压 所以我们说总电压110伏特是对的 那么总功率一个是800瓦 一个是100瓦 一个是200瓦 加起来就是1100瓦 所以B选项也是对的 C说我们说总电阻为11欧姆 我们可以分开分别从110伏特 算出800瓦的电锅多少 110伏特100瓦电锅多少 三个电锅算出来 再利用并联公式球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然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总功率 然后呢总电压 然后去所谓所谓的总电阻 也就是公式叫做P等于V平方除以R 那么现在总功率是1100瓦 电压呢是110伏特要平方110伏特 然后再除以R 所以呢这边消掉 这里有个10 这边消掉变成1 然后这里去掉一个0 所以呢R分之11等于1 所以R就是11欧姆 所以呢C的选项呢是对的 那么最后要问我们所谓的总电流 那我们有我们有功率 我们有电压 然后我们去求我们的电流 所以总功率 总电流 然后总电压 总功率是1100瓦 总电流不晓得 总电压是110伏特 所以电流就是10安培 所以应该是10安培 而不是11安培 所以租选项是错的 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 总供应电流为11安培